很多健身的朋友其实喜欢练习上半身 因为上半身更容易可以看到效果 很少去练腿 其实忽略了练腿 这是非常错的一个选择 腿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的活力 然后让我们更加的健康 而且大家也知道人老先老腿 所以腿是需要经常去锻炼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四个动作 在家里就可以简单的去练习我们腿部的力量 OK 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 两脚分开 与肩比肩宽一点点 脚尖外翻45度左右朝着两侧 然后向下蹲 起 蹲 起 侧边看一下 蹲 起 这是第一个动作 深蹲 第二个动作 向后退的 肩步蹲 向后退 退一步 然后蹲 蹲下来的时候你的重心应该在你这条腿上面 然后感觉你整个大腿包括你的臀是收起来的 然后起 回来 反复 这样子 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呢会容易重心靠后 这就错了 重心不能太靠后 OK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是马步平移 马步撑住 然后左右平移 非常简单 这是第三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呢 会有个小跳 两脚分开 跳 颤一下 再下来这一瞬间 颤两下 跳起来 下 颤 跳 OK 以上这四个动作呢 在家里就可以练习 每天练习三到五组 可以让你的腿更有爆发力 让你的身体更火力 OK 我们下期课 再见 再见